今天要介绍的是 10小时速懂日本史 本书分成四大部分 古代 中式 近式 近现代 文字平铺直序 在浮以流程图 地图以后 可以快速掌握内容 业余考古学家向泽中阳 在群马县的红土更新式地层中 发现了打制石器 并在学术调查中获得了证实 因此日本史的起源 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 枝田信长于1560年的 统侠间之战华丽登场 功成秀吉统一天下 则是在1590年 信长最后虽死在本能寺之变 但加成与柴秀吉 继承了他的雄心壮志 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1945年7月底 美英中三国发布波磁坦宣言 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可是陵墓冠太郎内阁却不理不睬 于是美国于8月6日在广岛 8月9日在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终于决定五条件投降 虽然得以终战 却是场毫无疑问的败仗 日本光死亡人数就约达250万人 还丧失了开战前44%的国土 和34%的国富 物资严重不足 失业者达到1000万人 大多数国民处于粮食不足 住宅不足 意料不足即将饿死的状态 想知道日本怎么从民不聊生 到现今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就去看 10小时速懂日本史 10小时后 你将比任何人更了解日本